咱们今天呢来说说张家岗碎尸案 这事呢发生年代比较早了 是1991年时候的事 91年5月13号傍晚 苏州张家岗市大兴乡龙潭村 有这么一小男孩 早就过了放学的时间了 但是呢这小男孩一直没回来 这孩子呀只有八岁 叫李亮 家里人一看孩子还没回家 等的时间太长了着急呀 四处找吧 找来找去也没找着 那就问问老师吧 他是不是在学校有什么事耽搁了呀 这一问老师老师说了 哎呦 小亮啊 这一个下午都没来学校啊 没来上学 还想问问你们是怎么回事呢 这一下子可把家长急坏了呀 孩子就是应该上学去了呀 他没去学校能去哪呢 是不是躲谁家里边玩去了呀 整个村子就问吧 看见小亮了吗 大伙都说呀 没看见 眼瞅着 这天色是越来越黑 这家人 亲戚 包括好多乡亲 都一块帮着四处寻找小亮 拿着手电筒 就在那四处照 一边找一边喊 一边喊 亮亮 那边也喊小亮 去哪了 快回来呀 小亮 一声声的喊着 但是始终没有回应 家人找到了派出所 把这事一说派出所也帮着找啊 始终没找着 就在这种焦急的等待之中 过了四天的时间 四天之后 那天中午 有一个邻村的姑娘 去河边啊 洗衣服的时候 哎 就看见河面上 飘着那么一团白乎乎的东西 这姑娘呢 也好奇呀 拿着一根长竹竿 就拨弄了一下 这一下子呀 可让这姑娘看清楚了 给他吓得呀 撒牙子就跑 那河面上漂浮的 是孩子的尸体 不过还不是完整的尸体 是赤裸着的 被截去双腿的 就等于说啊 只有上半戒的尸体 因为河水浸泡着 尸体啊 已经发白了 表皮上呢 还盖上了一层水棗 这个消息 在村子里边 立马可就传开了 警方呢 也第一时间到现场 展开勘察 消息传开之后 李亮的大伯 李德广 也赶了过来 看了看这尸体 一看 嘿 这不就是 失踪四天的小亮吗 接着呀 刑警队的民警们 又在这河里边 四处找 四处捞 总算是在河坎里面 找到了小亮 被肢解的 左右两个小腿 还有腰 到大腿的 那一间躯干 这事出了之后 四里八乡的 都被震惊到了呀 尤其是李亮的母亲薛英 她呢 是在徐州呢 赶回来之后 哎呦 哭的是死去活来的 好几回都晕倒过去 不省人事 人们这时候就很纳闷啊 照理说 这李家老老少少的 跟人们也没有仇 没有怨的呀 到底是谁 要对这么一个八岁的孩子 下毒手呢 害死之后 还残忍的分尸啊 经过进一步的侦办 越来越多的线索 都指向了李亮的亲大娘 唐芬 在大量的证据面前 唐芬一开始呢 吞吞吐吐 不愿意交代 后来他知道这事赖也赖不过去 于是也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把这事给说透了 这消息传开之后 大伙更震惊了呀 怎么着 这唐芬 为什么要害死自己的侄子呢 小亮才八岁呀 有什么仇 什么怨呢 在好些个村民的眼里啊 唐芬呢 是个性格比较内向的 少言寡语 这么一个人 到底他为什么要杀死小亮 这得从头来说 1990年年底的时候 唐芬的唐叔子 也就是他丈夫 李德广的唐弟 李德生 他呢 因为房子呀 太破旧了 一时半会儿 也没前修 实在没办法了 经过协商 就暂时的住在了唐芬的公公 老李家里边 这李德生呢 二十六七岁 但是过得呀 穷困潦倒 平时啊 口碑也不好 经常干点偷鸡摸狗的营生 所以始终还是光棍一条呢 找不着媳妇 哎 别看别人啊 都看李德生不顺眼 但是李德生 自从住到老李家之后 这唐芬突然就感觉 怦然心跳 他心动了 当时唐芬呢 已经三十多了 在唐芬的眼里 李德生虽然不是英俊潇洒 但是呢 也是人高马大的 而自己的丈夫 李德广 相对来说是瘦瘦弱弱的 哎 他就感觉 看我这小叔子 人家多有男人味啊 这么着 这唐芬呢 就经常找借口啊 就往这公公家里边去 平时很少说去公公家里边 有事没事的 反正这回就去了 找话头呗 就跟这李德生 李德生一大小伙子 看见嫂子啊 这家伙浓情蜜意的 暗送秋波的 也心动了 李德生啊 长这么大 还没碰过女人呢 虽然说 自己这唐嫂子 比自己大好几岁 三十二岁了 长的呢 也不是那种又狗狗又丢丢的 但毕竟长的也还算是顺眼 俩人呢 你就看这眼神 看这目光吧 是越来越黏糊 都黏糊的 能拉出丝来了 转过年来 在一个春天的夜晚 这叫什么 春宵一刻之千金呢 这书嫂之间呢 还是逾越了 这道人伦的底线 俩人就睡到一起去了 一开始呢 俩人还闭人耳目 可是后来 欲怕不能了 也就无所顾忌的 越来越频繁的 在一起滚窗单子了 而正好这时候啊 这唐嫂的丈夫李德广 因为在乡派出所帮着打杂 经常回不了家 对他们家里发生的这一切 什么也不知道 别看李德广不知道 但是李德广的弟媳妇 也就是二儿媳妇薛英 李亮他妈妈 这都看在眼里了 薛英呢 跟这唐芬呢 性格不一样 唐芬咱们之前说了 比较内向 沉默寡言 但薛英呢 是一个风风火火 挺泼辣 挺直爽 这么个性格 这村子也不大 大伙一提起薛英来 都竖大拇指 哎呦 人家可是能干 这薛英跟唐芬呢 说起来 这是轴厉啊 别看 这唐芬算是嫂子 但俩人呢 岁数是一边大的 也因为性格不一样 所以呢 这俩轴厉之间 说实话 关系啊 有点别别扭扭的 但是 他们俩的丈夫 人家是亲兄弟啊 自然而然 这轴厉俩之间呢 表面上也就相安无事的 唐芬跟这李德生 勾勾搭搭搭的 这薛英知道以后啊 好几回都委婉的提醒唐芬 哎 我说大嫂 好些个事吧 其实还是得注意点 是吧 看 我大哥 最近也总忙活着 有一些事呢 可能他也不知道 不过是吧 这只包不住火呀 这要有什么事情传出去 那谁脸上都不好看呢 唐芬呢 对于这种提醒 是一个字也听不进去 反而他认为 这是薛英 在绕着弯的威胁自己呢 于是 这唐芬心里 可就恨起薛英来了 薛英呢 好心好意提醒 这唐芬呢 没事还总是找着茬的 挖苦薛英 薛英啊 虽然能说 能干 脾气火爆 但是还是想着 这是家丑 不能撕破脸 就只好咬咬牙 也就咽下这口气了 不过呀 后来有一件事情的发生 让这周历俩之间的关系 是急转而下 到底是什么事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这薛英唐芬 轴俩俩 也就维持着表面的和平 不过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让这对轴俐之间呢 还是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二月初的一天 老李的堂弟媳妇刘香兰 去外地啊 看自己出嫁的女儿去了 老李的堂弟媳妇 也就是唐芬的唐婶子 同时呢 这也是李德生的二伯母 这刘香兰呢 临走之前 把钥匙就给李德生了 德生啊 我去这几天呢 你就睡在我家里边 帮着照应一下 看看门 别出什么事 李德生一听 这好事啊 这他一走 这房子这几天可不就是我的了吗 那我想跟我的好嫂子发生点什么故事 那太好了呀 千载难逢啊 门口就答应下来了 李德生替自己这二伯母看家的事 唐芬也知道了 正好这二伯母走的那天 唐芬的丈夫李德广又不在家 又在派出所忙活呢 他呢 早早的把家务活都弄好了 把孩子打发上床睡觉以后 就等着李德生过来接他 果然这天刚一黑 李德生啊 贼头贼脑的就进了唐芬的家了 见唐芬一人在家里呢 给他乐坏了 哟 我哥 没在家啊 没有 今天又是夜班 这时候 李德生可就凑近了唐芬 二伯母不在家 咱们上那屋去 瞧那个死相 他呀 轻轻的把李德生推开了 还故意在他脸上捏了一把 死鬼 你先走嘛 我随后就到 你看这个画面啊 这些台词 大伙是不是经常能在 郭德纲 于谦两位老师的相声里边听见 是吧 要不什么叫艺术源于生活呢 李德生前脚刚一走 唐芬呢 稍稍的梳洗了一下 又穿了一件淡绿色的羊毛衫 着急忙慌的就也去了刘香兰家里边 这时候啊 整赶上薛英 吃完晚饭 想起来啊 切猪草那刀 还望在婆婆老李家里边了呢 于是呢 拿了个手电筒 不急不慢的就朝着婆婆家走过去 中间就会路过刘香兰家 路过这门口的时候 就看刘香兰家屋檐底下挂着几件衣服 随后呢 又朝那屋子里边望了望 就看哪 那堂屋的门是虚掩着的 薛英心里边纳闷啊 哎 婶子不是去她闺女家了吗 这怎么门还开着呢 她呢 就准备啊 走过去帮着收一下衣服 把门给关上 薛英过来之后 一拉那门 那木门呢 很破旧了 自拉一声 这可把李德生吓了一跳 一把就推开怀里的唐芬 从床上蹭愣一下 就坐起来了 一边套着衣服 一边就问 谁啊 薛英呢 打开手电 走到李屋 哟 德生啊 你怎么这么早就睡了 门也不拴上啊 李德生看薛英 已经跨进李屋了 更着急了 哦 二嫂啊 你坐 你坐 薛英一看李德生这样子 就知道肯定是有事 于是 把这手电筒的光 朝着那床铺上 可就照过去了 就看见呢 那蓝底白花纹的被子 在那一动一动的 而床前边 就这地上 有一双女人的鞋子 他对这鞋再熟悉不过了 这是我亲轴里大嫂的呀 顿时就想起来 平时李德生 跟自己大轴里 唐芬那没来眼去的场景 故意啊 就在那调侃 哟 德生 这床上还躺着一个呢 谁会这么享福啊 李德生赶紧上去 把手电筒那光就给挡住了 二嫂 你看错了 没人 是吗 薛英这时候突然上去 一把就把被子给掀开了 这时候再看吧 床铺里边被子下边啊 那件淡绿色的羊毛衫 可就遮盖着下身赤裸着的唐芬 这俩轴里是怎么也没想到 在别人的家里如此坦诚相见啊 谁也说不出话来了 都愣了神了 薛英啊 这时候一看 好啊 唐芬 我看你还有什么说的 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你做这种下流的事 你有什么脸 去见李家的祖宗啊 唐芬呢 一声不吭 这要照平时 非得跟薛英吵起来 这回他知道自己不占理啊 他呀 赶紧穿上衣服 这李德生呢 吓得都不行了 跪在床边 一边给薛英磕头 一边求情 二嫂 求求你了 饶了我们这一回吧 饶了我们这一回吧 薛英呢 也没搭理李德生 沉着脸 还接着在那 训斥唐芬 我说唐芬 看在你男人在外边出头露脸 也算是个体面人的份上 我饶了你们这回 下一回啊 要再让我碰上 非把你们捅出去不可 呸 说完了 脆了这么一口 就走了 薛英刚一走 唐芬跟李德生 也没心思再干那事了 也从这后门 着急忙慌的抄进道 就赶回家了 见丈夫李德广没回来 哎呦 这才稍微有点放下心来 哎 坐下来一想 刚才这事 就薛英一个人撞见了呀 没有别人能作证啊 口说无凭 怕他干什么呀 再一想 不对啊 这薛英 为什么也去了唐婶子家里边呢 怎么那么大胆的进屋就掀被子呢 是不是他跟德生 也有什么关系啊 哦 怪不得平时老魏这事敲打我呢 感情他俩也睡过呀 这唐芬呢 就自个脑补了一出大戏啊 这一下子情绪也压不住了 走出门 对着西林弟弟家的薛英 就破口打骂 你是个什么货色呀 你欺负到姑奶奶头上来了 薛英呢 撞见那件事 也没去婆婆家拿刀 就自己回家了 哪知道这边手电筒还没搁下呢 还没收拾例证呢 那边唐芬就骂下来了 给他气的呀 哦 我不给你捅破了就算了 你倒反过来骂我 赶紧就跑到门外 唐芬 你这个讨汉子的货 怎么反倒摇起人来了 我讨汉 薛英 我讨汉 我讨哪个汉了 你倒是交出人来呀 一边骂着一边上去 一拳头可就打在薛英的右眼上了 薛英被打得眼冒金星 拿起手电朝着唐芬脑袋可就砸了过去 俩人这可就打成一团了 邻居们有睡觉的那也睡不了了 哎呦 出什么事了 赶紧起来看看吧 等赶过来的时候啊 薛英右眼的是又轻又肿 这唐芬脑袋上也砸起来一个大炮 这俩人被乡亲们劝开了 薛英被拉回家之后 越想越气呀 于是啊 就跑到了邻村 找到了唐芬的丈夫李德广 把晚上发生的事 一五一十的就全说出来了 李德广还在朋友家呢 听薛英这么一说 那也是血气上涌啊 就跟当时挨了一棍子似的脑袋都蒙了呀 劝了薛英几句 把他就先打发回去了 然后跟朋友打了个招呼 也就赶回自己的家 这李德广怒气冲冲闯回家里边 唐芬这么一看就有点心虚了 哟德广你赶紧洗把脸 早点睡吧 睡什么呀 你今天干什么好事了 唐芬一愣 好啊薛英 肯定是去告状去了 德广是薛英污蔑我 你怎么也帮着他害我呀 这李德广会信唐芬的话吗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李德广怒气冲冲一回来 嘿 这唐芬演技是真好啊 那家伙哭着就跟李德广说 德广 是薛英污蔑我 你怎么也信呢 哎呦 看自个儿媳妇梨花带雨的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脑袋上还一大泡 这李德广啊也有点心疼 也有点疑惑 但再一想不对 我弟媳妇薛英 虽然是快人快语 辣妹子的那么个性格 但是他绝对不会胡说八道 他不会凭空编出这样的事情来骗我 于是一把拽住了唐芬 你跟我走 到后院找李德生那个畜生去 唐芬一看 这事到这个地步了 索性 嘿 一咬牙一跺脚 去就去 我还怕什么呀 他呀 认为这李德生 他不是个傻瓜呀 他不是个笨蛋呢 不会那么轻易的就承认这段关系 可哪知道 李德广拽着唐芬 刚一站到李德生面前 嘿 别看平时李德生由头划脑的 这一回啊可慌了神了 他也知道自己的唐哥李德广 一直在乡派出所当材料员呢 在李德生的心里 我哥这就是警察呀 没那么好糊弄啊 更何况薛英都撞见了呀 李德生啊 倒是挺机灵 哭丧着脸扑通一下子跪倒在地上 大哥 看兄弟情分上 你抬抬手 你饶了我这一回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这一求饶 这就摆明 任薛英说的是真的呀 自个的媳妇真跟这个弟弟 发生了不伦的关系呀 李德生 话刚一说完 唐芬那边 嘿 戏芬又来了 瓦剌一声可就哭起来了 好啊 你们李家的人喝起来欺负我 我不活了 我跟那女人我拼了 一边哭着 一边披散着头发 撒丫子就往外跑 李德广 现在心里不是滋味啊 哦 我这媳妇平时我感觉踏踏实实的 沉默寡语的 怎么 怎么突然送给我这么大一顶绿帽子呢 哎呀 绿油油的 透着那么一股新鲜劲啊 并且 平时那么内向个人 怎么这回寻死蜜活的撒泼耍赖呢 他呀 两步就挡住了唐芬 扬起手来 对着唐芬 啪啪 两个大耳贴子 随后又把唐芬推倒在了地上 唐芬一下子傻了 李德广 我嫁给你七八年了 你什么时候这么对待过我呀 你什么时候打过我呀 一边哭着 一边这心里边啊 各种各样的情绪啊 仇恨 愤怒啊 可能里边也包含着一些后悔 反正全都涌向脑袋顶上了 再一琢磨自个儿确实理亏呀 确实对不起李德广啊 那只能咽下这口气呀 唐芬呢 也没多说什么 在那平静自己的情绪 冷静的差不多了 从地上爬起来 也不往外跑了 一声不吭的坐在一边 一看唐芬这边不动了不说了 李德广又狠狠的训了一顿李德生 并且还说了 李德生你个畜生 以后你不能再跨进我们家门一步 然后拽着唐芬就回家了 打那以后啊 唐芬更孤僻了 更不说话了 除了干活就是躺床上睡觉 不过在他的心里 这仇恨的种子彻底的生根发芽了 唐芬也不好意思出门了 这事大伙都知道了 只要一出门 哎呦就感觉村民们呢 都对他指指点点的戳几两骨啊 最让他难过的是什么呢 李德生跟自己睡的时候 跟自己搞这不伦关系的时候 要多好有多好啊 体贴入微的 可自从这事被撞破了 李德生又重新搬回自己那破房子了 彻底的就不搭理唐芬了 哪怕偶然之间对面碰上了 也跟躲瘟神似的 赶紧就跑 唐芬 他是心里边真爱李德生的 看到现在李德生这样 唐芬就感觉 我为你付出了所有 你怎么都不知道 安慰安慰 我心疼心疼我呢 但他不恨李德生 不恨李德广 他就恨薛英 他就想这要不是薛英那天撞见我 要不是薛英那天去告状 我怎么可能走到现在 这没脸见人的这一步呢 看着这唐芬越来越憔悴 这情绪也不好 李德广呢也心疼 毕竟夫妻一场 他呀 反过来 还安慰唐芬呢 而 小芬呢 过去的事啊 我不会再说半句了 只要 你们彻底断了往来 也就算了 你呢 也别这样啊 该吃吃该喝喝 别把这事 总挂在心上 唐芬听自己的丈夫这么说 他也没回应 在那听着 心里边想的 还是薛英 这时候的薛英已经魔证了 我一定要找机会复仇 自打跟唐芬闹翻了 说实话 薛英这心里边也不舒服 平时吧 好坏的 反正面上挺好 这又是青州里 现在弄的 这都没法见面了 更何况 就住隔壁呀 那低头不见 抬头见的 思来想去的 得了吧 薛英的丈夫呢 在徐州工作呢 我去徐州那 躲一阵去吧 唯一放心不下的 就是儿子李亮 本来呀 应该带李亮走 但李亮上学呢 一年级了 你不能耽误他的学业呀 收拾好了 把这李亮 就托给了公公婆婆 随后坐汽车 可就到了徐州 他哪想得到啊 这一走 跟自己的儿子 可就天人永别了 薛英一走 唐芬这心里边 这气可消不了啊 你让我难受 我让你更难受啊 我就用最残忍的方式 报复你 九一年五月十三号中午 小亮放学回来 见奶奶家里边来客人了 在厨房里边呢 自己吃了点面条 背着书包 就准备去学校上课去了 当路过自己大伯 李德广家的时候 就想着呀 跟大伯家的儿子 一起结伴去学校 别看家大人之间啊 妈妈之间 这家伙深仇大恨的 但孩子之间 毕竟是唐兄弟啊 这也算是骨肉血亲呢 小亮啊 看见唐芬之后还问呢 大娘 小伟呢 这李亮 在那倚着门站着 就想等着小伟 这时候唐芬 看见李亮来了 好啊 你不来 我还想找你呢 你来了 你就走不了了 一把就把李亮拽进屋里 砰的一下子 把大门可就关上了 李亮 哪知道会有什么事 迷迷噔噔的 反正跟着大娘 就往里边走呗 刚站稳了 唐芬一转身 把这李亮 就摔倒在床铺边上了 李亮的头啊 就撞在了床脚上 这一下子把孩子瞎着了 才八岁呀 一年级的孩子呀 哇就哭出来了 我让你哭 我让你哭个够 唐芬呢 咬牙切齿的扑上去 用手捂住孩子的嘴 一颗就掐住了孩子的脖子 孩子被憋得透不过气来了呀 两只小手不停的扑打着 撕扯着 可是他哪挣扎得过大人呢 才八岁的孩子呀 看着小亮这痛苦的样子 唐芬心里边痛快 薛英 我让你笑得痛快 今天我要他妈让你哭得更痛快 说着手上可就更使劲了 小亮啊 瞪大了双眼 喊都喊不出声来了 怎么也没想到自个儿的亲大娘 把自己就掐死了呀 家孩子不动弹了 唐芬一看 死了 死了也不行 难解我心头之恨 他呀 转身又从厨房里边 拿出来一把赠光瓦亮的菜刀 把小亮的衣服 裤子都脱了 举起菜刀 朝着他的肚子 小腿 可就砍了过去 看着刚才还活生生的小亮 现在已经被大蟹拔快了 唐芬呢 心里边痛快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薛英 哭得痛不欲生的那个样子了 唐芬呢 看着小亮的尸体笑了笑 带着这种无比的满足感 把小亮的尸块 装进了平时挑猪草的竹篮子里边 前后三次 就抛进了从邻村流过来的那条河里 不过等小亮的尸体被人发现之后 看到薛英赶回来 哭天喊地的那个样子之后 唐芬心里边没有痛快的感觉了 没有那种满足感了 他开始恐惧了 他知道这事迟早得暴露 仅仅过了八天 他就被警方抓获 最终唐芬被依法判处死刑 在临刑之前呢 唐芬终于忏悔了 他说我对不起孩子 我是罪有应得呀 不光是小亮啊 唐芬自己的孩子也永远的 失去了母亲呢 咱们今天呢 来说说云南830特大抢劫杀人案 要说起来 这起案子的凶手 竟然是两个少年 咱们从头来说说 事情呢 发生在2012年 云南省复原县 有这么一个挺繁华的山村小镇 叫迎上镇 镇上啊 有这么一条主街道 主街道两边呢 都是一些卖小五金啊 卖衣服啊 卖日杂百货啊 这种小店铺 其中这条街上有一个旅馆 叫红红旅社 旅馆的老板姓吴 吴女士 这吴女士啊 又高又瘦 在邻居乡亲们的眼里 就感觉这吴女士女强人 能干 虽然呢 怀着孕呢 但是经常看见她啊 背着两岁的女儿泯面 又洗被褥 又做家务 还打点生意 2012年 8月30号 10点左右 邻居们突然就听到了 敏敏的奶奶 撕心裂肺的哭喊 快来人啊 我儿媳妇被人害了 据敏敏的奶奶回忆 当时啊 她把大米淘好了 放上锅 得做饭呢 然后呢 就跟平时一样 从一楼的门面上到二楼 去看孙女 毕竟孙女才刚两岁嘛 得帮衬着搭把手 刚走进二楼客厅 就看见两个个子中等 长得挺白净的小伙 从客厅里边走出来了 敏敏的奶奶呢 就问他们 你们干什么的呀 哦 那什么 找我们的包 老人当时啊 也有点纳闷 怎么找包 找到客厅里了呢 不过毕竟他们家是开旅馆的呀 小旅馆呢 也正常 老人呢 到了二楼之后 没看见儿媳妇跟孙女 就看见儿子家的那个卧室啊 被翻的是乱七八糟 很多东西都散落在地上 老人一下子可就慌了神了 赶紧上三楼找人 一直找到三零一打开门 可就被眼前的情景给吓坏了 他说呀 我儿媳妇 躺在地上 手脚被捆着 身上都是血 小孙女 就倒在儿媳妇的脚边 拿床被子盖着 娘俩都死了 邻居们说呀 自从红红旅舍发生命案之后 他们可就再也没有开门迎客了 发生在红红旅舍的血案 让这个小镇上的老百姓 也是人心惶惶心有余悸 接到报案之后 当地的警方迅速展开侦查 他们的压力也很大 警方说了 如果不尽快破案 整个营上镇都人心惶惶的 如果不尽快抓到真凶 并且把他绳之以法 我们也没有办法面对死者的家属啊 民警啊 通过调取监控录像和现场勘察就发现 曾经到二楼客厅所谓找包的这两个小伙子 在案发之后 进入附近一家网吧的卫生间 差不多六分钟以后 他们跑着离开了 刑迹很可疑 就在这组侦察民警取得重大发现的同时 另一组侦察民警 在距离红红旅舍五六十米的一个废弃的房屋里面 发现了一个手提袋 这手提袋里面呢 装着两把木柄的刀 还有两本存折 那么这存折是谁的呢 是不是被害的吴女士的呢 如果是的话 那这摆明了就是为财杀人呢 可是这一查 哎呦 发现这存折啊 还不是吴女士的 这两本存折的背后 还隐藏着另一桩血案 办案人员根据存折上的信息 就找到了复原县大河镇村民唐女士家 可是甭管怎么敲门 也没人出来 也没人回应 唐女士的丈夫呢 在外边打工呢 民警啊 把唐女士丈夫找回家 然后进到他家里边 在现场进行了搜索 在他家卧室的床底下 可就发现了44岁的唐女士 可是此时的唐女士早就成了一具 冷冰冰的尸体 警方推断 唐女士被害时间是8月29号 据附近群众反映 说在案发之前 有两个年轻的小伙子 曾经在大河镇附近溜达 两天之内 在复原县 乡邻的两个乡镇 就有三人被害 其实严格说起来是四个人呢 因为被害的吴女士 肚子里边还怀有五个月的身孕呢呀 案件也因此升级 由于两起案件的作案手段 被害对象都十分相似 警方决定将这两起案件 作为串并案展开侦查 并且成立了830 特大抢劫杀人案专案组 经过八天连续作战 专案组最终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和藏匿地点 2012年9月6号 两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 那么 这两个凶手 到底是什么身份 他们为什么会做出如此的恶行 其中一个凶手 叫刘启智 1994年4月16号出生 案发的时候 18岁 另一个凶手呢 叫傅张 比刘启智啊 还小一岁 两个人都是湖南省武钢市 弯头乔镇人 俩人的家呢 是在乡邻的两个村子里边 经过审讯 傅张和刘启智 对这两起犯罪事实 共认不讳 同时还供述出了更多的犯罪事实 也就是说 他们不止 做下了这两起案件 当年8月21号 傅张刘启智 先到了湖南省武钢市 弯头乔镇张先生的家里边 拿着长刀 威胁张先生和刘女士夫妇 打算呢 抢劫钱财 并且拿着刀 朝这俩人一动狂刺 最终张先生心脏破裂 引起循环功能衰竭死亡 刘女士胸部穿透 造成双肺破裂 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 这一次作案 可就杀死了夫妇两人 经过翻找 两人抢走现金 一千来块钱 一部手机 还有价值165元的三条香烟 之后啊 他们骑着张先生家里边 一辆价值800元的摩托车 逃离现场 照理说 岁数不大 杀了人了 应该紧张啊 应该害怕呀 不过这俩人呢 很冷静 两天以后 他们就到了广东省东莞市 入住了东莞市万江区的一个出租屋 25号晚上八点左右 傅张刘启志 以热水器坏了为借口 把房东谭女士就骗到了出租屋 拿着刀子威胁谭女士 随后在谭女士身上搜走了一串钥匙 三千块钱的现金 还有银行卡身份证等物品 他们呢 又拿着长刀威胁谭女士 说 把银行卡密码说给我们 可是谭女士知道 这密码告诉他们 这身家全都没了呀 于是就拒绝了 俩人一生气一咬牙 朝着谭女士的脖子 可就捅了过去 最终导致谭女士左镜内静脉被刺穿 失血性休克死亡 谭女士的丈夫吴先生 人家返回出租屋的时候 俩人呢 又以换房为借口 把吴先生啊 骗到了客房 持刀威胁 这吴先生知道不说出密码 肯定是活不了了 于是把密码就说出来了 可哪怕把密码说出来 这两个人也没打算留活口 拿着刀朝着吴先生的脖子和腹部 连续捅刺 导致吴先生又竟肿动脉被刺破 失血性休克死亡 也就是说 这一次杀害这夫妇俩 距离上一次杀害那夫妇俩 只有两天哪 紧接着8月27号 傅张刘启志逃窜到了云南省昆明市 29号就到了复原县大河镇 寻找作案目标 当天下午一点左右 不行着就来到了唐女士家里边 把唐女士捆绑之后 抢到了90块钱 还翻走了唐女士家 两本农村信用社的存折 因为害怕唐女士报警 把唐女士活活勒死之后 逃离现场 经过法医鉴定 唐女士确实是勒警 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8月29号 两个人呢 又来到了复原县营上镇 入住吴女士家的旅社 第二天上午 把吴女士骗到了 两人所住的房间里面 进行杀害 因为吴女士两岁的女儿泯泯 在旁边大哭不止 两个人呢 怕让别人注意到 而把泯泯用被子活活就捂死了 在这期间 他们在吴女士家里 翻找到了1000块钱 一部价值558元的手机 还有一个价值220元的玉佩 把这些财物弄到手之后 逃离现场 那么他们到底逃到哪了呢 又是如何找到他们的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傅张和刘启志 杀害了吴女士和女儿之后 把抢到的财物 带到身上就逃离现场了 2012年9月9号上午 傅元县营上镇这一天啊 天气很好 并且呢 是大伙赶急的日子有急事 红红旅社的铁炸了门前边 搭上了白色的灵棚 傅老乡亲们都在这停下来 在这议论着这起凶杀案 这起案件 早在案发几天之后 就传遍十里八乡了 而这一天呢 也是犯罪嫌疑人 傅张和刘启志 指认现场的日子 可是老百姓们看见这两个凶手之后 都非常的诧异 为什么呢 谁也没想到 在2012年这个暑期短短的九天里 横跨湖南广东云南三省杀害七条人命的犯罪嫌疑人 竟然是两个身材不高 体型瘦小的孩子 脸上还有着孩子的稚气呢 有一个镇上做生意的女店主说 本来呀 天晴的好好的 两人被民警带到现场 突然就下起雨来 还打雷 这叫什么呀 这叫恶人 天都在怨啊 那么傅张和刘启志 他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他们怎么一步步走到现在的 这俩人呢 曾经是高中的同班同学 住在一个宿舍 2012年5月份 傅张啊 就不上了 辍学了 就走了 同年8月份 刘启志 在暑期补课之中 因为跟老师发生矛盾啊 也不上了 就从家里边啊 拿了800块钱现金 跑到湖南省武冈市城区的网吧里边游荡 案发前十多天 傅张在QQ里遇到了高中同学刘启志 俩人呢 就聊起天来了 聊着聊着呀 就开启了一个话题 怎么才能赚钱呢 怎么才能一夜暴富呢 据警方后来调取的聊天记录显示 最早提出出去干一票的 是傅张 傅张问刘启志 你在武冈城混那么久 选中目标没有啊 做大事的人 连人都不敢杀 还做什么大事啊 你刘启志要是没钱 你还得跟叫花子似的 2012年8月20号 傅张啊 从惠州坐车到武冈市 就找到了已经没钱吃饭 天天挨饿的刘启志 据刘启志交代 在第一起抢劫案中 他本来不想杀人 作案的时候 他也对傅张说了 还没钱就算了吧 但傅张说了 没钱也得杀了 难道你想让他们就告咱们呢 因为第一次抢到的钱太少了 他们呢 反正也杀了人了 就想着杀一个也是杀 杀的再多呢 也是杀 反正被抓的也是枪毙 所以短短九天就夺去了七条人命 离开复原之后 俩人分头赶往曲径 在曲径汽车客运站会合之后 一起到深圳 本来俩人打算在深圳打工 但招工老板 见傅张啊比较滑头 就没要他 把这戴着眼镜的显得比较文静的刘启志 就留了下来 九月六号晚上八点 在铁路公安的协助之下 傅张被抓获 根据傅张的供述 刘启志在深圳保安区的一家饭店被抓获 被抓之后 这两个人非常的坦然 警方问他们 知道为什么抓你们吗 俩人回答 说知道 我们杀了人了 在湖南 广东 云南 我们都杀了人了 随后两个人 把作案过程从头到尾 完整复述了一遍 在描述自己残忍手段的时候 一点愧疚的神色也没有 更让人震惊的是什么呀 这两个人在逃亡的路上啊 傅张呢 还没忘了用手机上网 跟朋友炫耀 跟朋友说了 我短时间内杀了好几个人 那么多警察竟然抓不着我 老天助我 看来啊 我还得继续作案杀人 所以你也不知道他是聪明还是笨啊 就跟自己的朋友就把这些实话就全撂了底了 傅张啊 在外出打工之后 其实呢 曾经告诉过老实芭蕉的父母 爸妈 现在赚钱方式多了 我会养活你们的 我准备出来干大事 做爆发户 案发之后 两个人也都说了 杀人就是为了搞钱 他们之所以会这么做 跟从小的家庭环境有关系 他们的家庭经济条件呢 都不富裕 父母呢又疏于管教 十分宠爱他们 哪怕再苦再累 也得给他们好吃好穿 衣食无忧 两个人就读的武冈市某中学 是当地有名的示范性民办中学 一年的学杂费就上万元 比当地的公办学校贵多了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 傅张和刘启志的父母对儿子呀 都是宠的没边了 据邻居们说呀 傅张的妈妈宠儿子呀 宠的都不行了 要什么给什么 哪怕没钱借钱呢 也得满足孩子 傅张小时候性格比较内向 一般的待在家里 也不跟小伙伴们玩 虽然成绩不好 但思思文文从不惹事 亲友们说了 傅张啊 从小就不爱出门 就是在家看电视 上网玩游戏 谁都想不到 竟然出了这样的大事 而刘启志呢 老师们都替他非常惋惜 启志啊 是个美术特长生 口才好 文章写的好 是个很有才气的学生 虽然文化课成绩一般 但美术功底不错 常常帮班上出黑板报 还曾经获得学校演讲三等奖呢 但是高中的时候 因为迷恋网络游戏 经常不来学校 导致学习成绩下降 被学校劝退了 后来啊 在2011年9月份 外出打工的父母 将刘启志 转学到了武冈市某中学 插班就读 而正是在这时候 遇上了傅张 俩人为什么关系好呢 因为刘启志身材比较瘦小 经常被人欺负 而傅张呢 经常仗义出手 所以这俩人 就成了最好的朋友 两个年纪轻轻的少年呢 为什么不顾后果连续提刀杀人 正是因为这个问题 所以案件起诉到取静市中级人民法院之后 法院决定对两个人启动心理干预机制 心理咨询师 同时也是这起案子 社会调查员的专家 在给两个人分别做了心理咨询之后说 第一 是父母教育的缺失 第二 他们呢 认知方面存在障碍 第三 影视剧和网络暴力游戏 对他们也有着负面的影响 经常让他们认为通过暴力往往能够发达起来 这最终导致他们走上了谋财害命的不归路 2013年4月17号 屈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 庭审之后 刘启志在看守所里面给父母写了一封信 是这么说的 我后悔杀人 我知道自己错了 如果要是法院能给我一个生存的机会 我会尽到自己的责任 想办法尽力给那些家属赔偿 如果实在没这个机会 我也不怪谁 爸 妈 我不恨傅张 我只怪自己没有及时的制止傅张 法院在审理之中认为 刘启志和傅张共谋采用杀人的方式抢劫他人财物 九天之内分别在湖南广东云南入户抢劫作案四次 在抢劫中导致七人死亡的行为均已构成抢劫罪 在共同犯罪之中 刘启志和傅张是共谋犯罪 共同杀害被害人都起到主要作用 都是主犯 所以啊 没有主犯从犯之分 两名被告人犯罪情节特别严重 手段特别残忍 后果特别严重 但是傅张作案的时候 还没满18岁 但是已经年满14岁 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013年6月20号 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抢劫罪判处年满18周岁的刘启志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判处傅张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同时判定刘启志剥张的法定代理人 连带赔偿被害人 吴先生 唐女士等家属 经济损失 共25万元